这叫什么Gent RV Gent RV 就是卖房车的地儿 这个圈里头全部都是房车 买不起房买不起车 还买不起个房车吗 这个销售公司买卖很大 但是问了一下 没有会说中文的 从A级 B级 C级到拖挂 到这种不锈钢的绿的 全部都有很多 我呢主要看的是这款 这个RAM 到齐公羊的 它这个顶上能升起一帐篷 就是里面可以睡两个人 顶上可以睡两个人 这个后面 后面这个搭上就是一张床 但是这个后面那个不大 它有梯子 然后上面可以睡 这是电磁炉 这是迷气炉 然后水 微波炉 这个厕所有点小 那洗澡 洗澡 来我爸爸看 爸爸看 这一推拉门 洗澡的好小 不喜欢 这是我的屋 拜拜 那这上面应该有梯子可以上去 有 那梯子不是在那的吗 在那放了 来我看 这有巡航 一键启动 然后这个电视 这能坐俩人 带一小桌子 然后这个 这有USB接口 它这个不是普通的布 它这个布还挺那个什么呢 挺厚 有天窗 然后上头这个宽度 觉得也可以 睡俩人没问题 你跟我一起睡 你跟我一起睡在上 那我跟你一起睡在上 它这个大屏了 就后头这个睡俩人 就肯定没问题 我老婆的意思说 睡仨人也没有问题 那边还有LED的小灯 这上面有柜子 这是多少尺的 20吗 这个是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这个就是家庭用 绝对可以 它这个收起来以后 这个后头 就是 怎么说呀 反正是我觉得问题不大 有窗帘 有抽屉 而且我去外边看看 对啊 Lucky 这个设计就是割狗的 这个设计就是割狗的 我看过他们那个宣传片 然后还有沙帘 有沙窗 上面那是沙的 那中间肯定是猛的 你去上的摸摸那个布 你去上的摸摸那个布很厚 而且这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是遮阳盆 这个还带遮阳盆 后面 后面这是这个有架子 这个应该是隔自行车 绑东西用的 而且带拖车沟 这边都应该是上下水什么的 现在我再去看 这是20尺了 还有一个18尺了 比这便宜一万 过去看一眼 这下子就有这个 就像我一样的 那边是一样的 我再来看一眼 那边是一个 那边是一样的